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位演唱者现在已经戴好面具 正在等待着走上我们的舞台 今天要上场的第一位演唱者 他希望能够摘下音乐世界当中最亮的那一颗星 下面让我们有请摘星怪登场 摘星怪 这名字都是一起的 奇奥不逊 他的高音石不杀一人 然后去觉得自己戴上面具之后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怪异飘渺 他的风格千里不流行 这个面具首先我很喜欢他的样子 蒸汽式的面孔 又是很科特式 很像剪刀手还又划的那个感觉 切磋正当蒙面 论剑何须留名 觉得大家都来华山论剑 那我也来这里试一试自己的深浅 他立志摘下音乐世界里最亮的那颗星 他叫紫棋 摘星怪 我觉得面具很好看 太工业化了 摘星怪 一定是个性很突出的一个歌手 你是什么鬼 一夜子新鲜面膜 一夜子新鲜面膜 广告号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夜子新鲜面膜 蒙面割王 新鲜面膜 接面成王 蒙面割王 由令金富满先复活的一夜子新鲜面膜 独家冠名播出 长虹启客 全球第一台移动互联电视 拍节目照片 至长虹商城微信号 获到长虹专柜 购机 现金 在天涯之南 盼不见海角之北 能不能够殊途同归 我环顾周围 到这缘分徘徊 夜灯月时香如飞飞 我的名城的悲断 也许早已入睡 可是我在寒流特别 尽管花车和泪水 最终真话真意 春风秋雨也不能远 太不错了 太不错了 你是春天展开的玫瑰 我是秋天落叶的点缀 两个世界永远不会 走在一起风华雪月 然后无数再回 望着满天的玫瑰纷飞 那一朵为我望穿秋水 成就不能同时出现 从此一生都找不到我的绝佩 对 公主就看不出来 对 你应该是年轻的歌手 对 我感觉是这样 我也感觉他是年轻的人 我应该知道他是谁 哈哈 他自己在那里面 他看了一句话 他看了一句话 Mickeyille 我是秋天落叶的点缀 两个世界永远不会 走在一起风华雪月 然后无数再回 望着满天的玫瑰纷飞 那一朵为我望穿秋水 成就不能同时出现 种子一生都找不到我的 巨培 很厉害 很厉害 欣赛 望着满天的玫瑰纷飞 那一朵为我望穿秋水 成就不能同时出现 从最一生都找不到我的 巨培人 那是谁 孙孙庄 这个能猜出来吗 没法猜 没法猜 平安 这个真的很难猜 巨培也不熟悉 多准 谢谢摘星怪的演唱 让我们有请 普罗米修斯 首场战马 普罗米修斯 虽未夺得歌王称号 但他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 面具里的好处就是我们看不到我里面的表情 我可以很放纵在这首歌里面 普罗米修斯对音乐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诠释 但是本周他选择了两首非常冷门的歌曲 导演组数次劝说 却还是未能说服他更改自己的选歌 我是一个蛮固执的人 至少就这次来讲 我觉得选定的东西我会比较坚持 不问胜负 只求知音 孤独的普罗米修斯 将他的音乐带到蒙面歌王 是否有共鸣者 让他尽情燃烧 普罗米修斯 这个普罗米修斯好现代 反正我就猜不出来这个 上次 是 来这舞台上聊唱乌琪弦大哥的一首歌 proposal 不让他尽情 这样 他不让他尽情 把他尽力 露成美 湾琪弦 不让他尽力 从美 这个他有辨识度了 留不住 又何必卷连藏龙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 都是一场梦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月空 日落相熄来月相动 真情难填满无情动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月空 其实我基本上 猜到歌的歌词是什么 八甲铺的歌词 它太容易听出来了 空中楼阁晴云中 谁不追踪是梦 我听出是谁了 留不住 又何必苦苦长风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 都是一场梦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月空 日落相熄来月相动 真情难填满无情动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月空 我准备来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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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呀去呀去 都是一场梦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月空 日落相熄 日落相熄来月相动 真情难填满无情动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 夜空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 夜空 日落相熄来月相动 真情难填满无情动 红尘来呀来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 夜空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 夜空 我还是猜不出 事实很大声 还不错 是 谢谢普罗米修斯 让我们有请 刚刚已经完成了演唱的 摘星怪重回舞台 一个是摘星怪 一个是普罗米修斯 听起来都感觉是神话当中的人物 让我们问一下猜评团的意见 我就觉得很在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我平常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去听现场唱歌 而且都是唱这么好的人的歌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就是很难选 从我自身出发 我觉得我猜出这个人是谁了 普罗米修斯 他平常唱歌的样子是非常就是严肃的 然后一旦这样子造型之后 就很想笑 虽然唱的是很悲的歌 对 说良心话 红尘来去一场梦 这首歌在我们 十几二十年前经常唱 而经常听 今天听到普罗米修斯 觉得比原唱唱得好太多了 喂 哎哎哎 什么这个话什么意思 原唱已经说了要退出歌坛了 你们就不要这样 没关系 为什么今天你选择了在座的那一位的歌曲 因为我觉得很感动 对 就是有一句歌词是这么说的 留不住又何必苦苦争风 对 我觉得写得很好 因为我自己的心情也是这样子 对 很多东西结果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过程很重要 对 今天新来的那个摘星怪 他有非常好的高音 他没有炫耀 但是呢 他的唱法呢 又有点感觉像是做乐队主唱的 所以我想到了一位资深的一位 非常棒的一个唱家歌手 窦维 摘星怪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你刚才故意用口音来迷惑我们所有人 能不能够跟所有的观众讲两句 你的家乡话 就是平常就这样去讲话和大家沟通 怎么会广东腔啊 对 广东国语 我知道他是谁 你知道他是谁 对啊 今天包得这么严实 但是呢 我认识那个锁骨 他经常穿这种露锁骨的衣服 他是徐之谦 不可能 薛之谦唱不了这么高的音啊 我我跟你说 薛之谦主要是唱柔情的歌曲 这种歌曲太有爆发力了 灾星怪我 我们要朝那个方向 就常常出现在电视节目里面 可能是综艺类的主持人 但是综艺节目主持人没有唱得那么好的 你是说你吗 还有你 好的 下面有请两位去往休息室等待结果 我觉得两个都很好 很爽 我觉得他们猜不出我是谁了 现场的三百位大众评审 下面 投票 开始 感觉是普罗米修斯吧 我觉得有可能是摘星怪 普罗米修斯 摘星怪我觉得高音是听不力的 结果 已经发到了我手上这台乐视超级手机之上 本轮的票数 一百八十九票对一百票 能够在第二轮里面继续为大家带来演唱的 这位演唱者 就是 摘星怪 我好弱 好弱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 是本周新加入的一位演唱者 在别人的眼中的她也许是A面 而在你的眼中的她也许是B面 而真正的她究竟是什么样 只有她自己最有发言权 下面让我们有请千面娇娃 如此大胆鬼魅的造型 是她出道三十多年来 从未有过的挑战 其实刚开始我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唱歌要全部包起来 踏上这个舞台 她希望将自己不被大众所熟知的每一面都展现出来 非常开心可以借我这次的机会 让大家知道 千面娇娃在造型上 在音乐上可以诠释的能力是很快 有点亢奋 也有期待 我是千面娇娃 我已经准备好了 千面娇娃 哇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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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她走路的姿势 你会知道她是谁啊 这个也蒙的太多了 哎呦 这种看法 这种的风格 好老派 一些风格 对 好老派 一个街头 风格 好老派 你们得跳起来 手四方 路飙飙水长长 雨滴茫茫 一寸又一窗 看夕阳 落下去又回来 遗布老天不光 岁月长又长 走四方 路飘飘 水长长 遗迷茫茫 落下去又回来 看夕阳 落下去又回来 遗布老天不光 岁月长又长 岁月长又长 她的声音是比较终于的 说谁 说谁 觉得是黄金山 台风跟声音一定不是年轻一辈的歌手 一路不走 一路不往 一路上黄昏映然 一个人走在荒原上 默默地向远方 不知道走到哪里 有我的梦想 黄金山的歌声没有她这个沙哑跟厚度 梦想也 走四方 路飘飘 水长长 迷茫茫茫茫 一寸又一窗 看夕阳 落下去又回来 遗布老天不光 岁月长又长 走四方 走四方 路飘飘 水长长 迷茫茫茫茫 一寸又一窗 看夕阳 落下去又回来 遗布老天不光 岁月长又长 一步不走 一步不往 一路上黄昏映然 一个人走在荒原上 黄默默地向远方 不知道走到哪里 有我的梦想 Come on 走四方 路飘飘 水长长 迷茫茫茫 一寸又一窗 看夕阳 落下去又回来 遗布老天不光 岁月长又长 走四方 路飘飘 水长长 迷茫茫茫 一寸又一窗 看夕阳 落下去又回来 看夕阳 落下去又回来 遗布老天不光 岁月长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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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程又转 就不是来比赛 就是来看演唱会的 对的 我开始猜有些苏瑞 但是他的普通话翻译很好 我觉得有点像内地的 我猜他应该是秦宇 谢谢前面娇娃 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演唱者 在上周初次亮相 他的身份扑朔迷离 我们猜评团的成员有人猜他是演员 也有人猜他是模特 众说纷纭 他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追着光影奔跑的罗拉 罗拉 他的首次亮相 就抓住所有人的眼球 他搞怪俏皮的性格 也让猜评团的答案高度一致 哇 曲影真的来了 但其实隐藏在面具下的罗拉 内心极度矛盾 希望大家认不出 我才蒙着脸唱歌 我又希望我唱歌 一唱你们都认得说我是谁 代表我在你们的记忆中 是有这样一个位置 已经准备好上场的罗拉 鼻子突然流血布置 有可能是太热然后又太干这样子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他又将如何用女神的姿态 唱出我们的内心 奔跑吧 罗拉 我这身材 特别美 这面具挺好看的 看他这身高我猜是奇遇 我下次也要红头画 他眼睛好丛容 要回到最初的期点 记忆着美青涩的脸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 捉点小的老照片 无数回忆连接 今天男孩又父女 还最后的缘 要回到最初的期点 呆呆呆站在镜子前 笨拙洗刷红色领带的剪 长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穿上一身帅气西装 等会儿见你一笔一笔想想你 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 回到朝食作为煎熬 故意逃你温柔点吗 黑板上排列组合 你舍得解开吗 谁与谁作 他又爱着他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拥抱你 拥抱错过的勇气 曾经想征服全世界 到最后回首才发现 这世界滴滴点点 全部都是你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告诉你 告诉你我没有忘记 那天晚上满天星星 平行时空下的雨里 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 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是不一样的 对 唱得太好了是吧 这是谁啊 这肯定不是那一笔的 是谁啊 我会在这边的 我会在这边买一样的 我会在这边买一样的 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 回到教室座位前后 故意逃你温柔的马 黑板上排列组合 你舍得解开吗 谁与谁错 他又爱着他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拥抱你 勇敢错过的勇气 曾经想征服全世界 到最后回首才发现 这世界滴滴点点 全部都是你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告诉你 告诉你我没有忘记 那天晚上满天星星 平行时空下的约理 再一次相遇我会 紧紧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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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告诉你 告诉你我没有忘记 那天晚上满天星星 那天晚上满天星星 平行时空下的约理 再一次相遇我会 紧紧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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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 罗拉不错 很温柔 这个都太平了 他难度细数 其实和那走势方没得比的 谢谢罗拉 同时掌声有请出 刚刚已经完成演唱的 千面娇娃抽回舞台 下面 参评团 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 和你们的好奇 千面娇娃 他的声音对我来说 就是陪伴太多年了 你知道吗 他三十个人的场合 他也这样唱 三万人的场合 他也是这样子唱 不管在任何场合 他都像在开演唱会 所以一听他的声音 老朋友 你好吗 我好像没有你的微信了 所以你怎么会说是老朋友呢 又来这一招 又来这一招 我跟你说 别套熟 既然要套熟的话 小弟有幸 这位千面娇娃 上过我主持的节目 我记得在我的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幸运地 可以帮这位姐姐过了一个生日 但是我觉得 他刚刚讲那些事情 其实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发现那个千面娇娃的那个面具 他的面具有三面 正面是一个脸 左边是一个脸 右边也是一个脸 我觉得这很适合他的声音 因为他的声音 跟他人生的阅历 真的就像这个面具一样 是千面百变的 然后他有一首歌 很多大龄女青年 现在只要去KTV就会唱 我想我可能没有你们说的那位歌手 做那么多 我也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位歌手 发那么多专辑 完蛋了 他不是 他不是 好吧 一定要转话题 要不现在就冷场了 罗拉一唱歌 我就感觉我在谈恋爱 一唱歌就在感觉谈恋爱 不是 我看罗拉的电影 我都会爱上她 而且她真的什么男演员 就是像刘德华这些金城武都配过 然后她就在每个电影里 不只男生会爱上她 女孩子也会 我看的第一部电影 不是刘德华和金城武 是谁 是周星驰 所以刚才我说那个 如果这边是千面交娃 那边应该就是百变新剧 刚才 罗拉唱完之后 戴君哥还跟我说 可能都没有想到 原来她能唱得那么那么 现场太好了 对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总是听一些 她的歌偏偶像的 是因为她长得太美 所以大家都把她误认为 是偶像级歌手 其实她是实力派的 薛东 你明白她们在说什么吗 她刚才问我们是不是陈慧玲 没有 没有 因为她们本家的 我知道她们是谁啊 罗拉 向左走向右走 好 厉害 那厉害 有时候聪明的人是要装深沉 有 真的要听你们讲 有 蔡兵团猜的 人都像是一个人 其实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其实我想说今天 我觉得非常高兴可以跟 前面交往一起同台 实在是我的荣幸 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些电影 真的 我都看过 我也觉得 里面的男女主角都非常好 我也很喜欢 但是如果说到演戏以外 真正一个歌手 站在台上的话 我觉得 我今天来 我是要尽力去表现好我自己 我知道 比较永远是不公平的 我希望大家 能够认真的听我 在看那些电影以外 也有很认真的在唱歌 好的 谢谢 蔡兵团的五位重援 也请两位去往休息室等待结果 我觉得应该是罗拉最强 我很想再听罗拉唱歌 已经猜到她是谁了 应该女生长那么高 没有几个 下面 现场的三百位大众评审 头表开始 我觉得前面交往唱得也很棒 但是罗拉身材好 但我一定是投给二十岁的美女 会晋级的一定是那个 签名交往 罗拉 现在票数已经来到了我手上的 乐视超级手机之上 这局的票数是 一百一十五票 对一百七十一票 能够在第二轮里面继续为各位带来演唱的 这位演唱者就是 杯 木偉 不同的模特 按�hol 超级 速度 你好 固在小问题 你看我操作 欸 接下来的这位演唱者 是我们的老朋友 截止到本周 他已经累计两期首轮 告诉没能进入到第二轮的演唱 那下面的演唱 对于他来说 至关重要 让我们有请 《流浪者》上场 风格多变的选举 狂野酷炫的面具 渐瘦性感的身材 不容置疑的声音实力 让《流浪者》 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超高评价 在面具后面可以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有挑战的一件事情 而他的整体造型 更是收获一片赞誉 我现在觉得这个是最帅的 这副面具 给了他帅气 自信 可无法想象的突破 所以哪怕是影响发生 哪怕是面对一众顶尖歌手 《流浪者》依然发挥初衷 他已经与面具合而为一 越战越勇 在狂野中 好露出王者之气 他的袜子穿得很时尚 我这身高好像比我高不少了 对不对 我觉得他的头发是假的 《流浪者》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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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束浪了 我们后来 有些人 我们下来 我们下旬 下旬 有难像北非 谁在远方凉带 保持了纯真 我开始想念 的日出盛开 一种新的精彩 藏在我心里 岁月中的尘埃落地 容颜已经转变 心情依然如此灿烂 我开始想念你 一生怎能要勇气 我开始想念你 你 我开始想念你 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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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出生涯 你重新的精彩 藏在我心裡 歲月中的塵埃落地 唱歌好紮實喔 容編已經作變 心情依然如此燦爛 我開始想念你 一生怎能要勇氣 我想念你 我想念你 所以留下看风声吹起 我想念你 所以懂得什么叫真心 我想念你 这首歌曲实现逆转 当然答案只有听完 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演唱者之后 才会有 让我们掌声有情 野草 自登场以来 野草的表现大受赞去 而他却认为这并不重要 以前我特别有野心 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我 但是经过了成长 会很真诚地去俯下身去面对音乐 本期野草选择了一首经典作品 《一生所爱》 这个选择让音乐制作人刘舟产生了担忧 他这个歌呀 可能不是大家所喜欢的那种情绪 也不是马上大家听出你的能力的这么一首歌 情绪刚掉起来又空了 刚掉起来又空了 选择这首歌 还有个最大的难度 就是广东话 豆杯要长一点 豆杯 豆杯 对 豆杯 第一遍排练完 梁老师说 我一个字都没听懂 如此多的阻力 为何野草 却还要选择这首歌呢 我比较喜欢他歌词里面的那种誓然 当你面对最爱的时候 不一定非要这个手里留在身边 曾经执着华丽的他 将如何表述如今的那份誓然呢 我记得看着他 我记得了 这森子仔徒也太长了 他本来是长头发的吗 他本来是长头发的吗 你不会想到你们这些人 这些人 这些人 这个男党 这么具体能 都蛮好 他一直想到你 其实很像凯利 而且又长头发 对啊 而且都是漂亮的 哇 这一个老歌 唱一生所爱 这首歌我们定义也认为 从前现在 过去了再不来 谢谢 红红落意 唱买 尘拖爱 开始终结终笑 没变改 天边的地漂泊 白云爱 情人别怀 永远再不来 无言得错 放牙 真心爱 声发虽会丢借 但会再开 一心所爱因若 则不还我 发虚集团 电影 大事家 难逃避冥幻 上岔 敬不可知甘 还我应该 伤心是缘分 他 黄东哥的话 我带着他是 这是老修的这一段 上面都有那个帆包的东西 看那个 那叫齿帆 是唐朝的乐器 你现在日本被大量使用 有字是蛮像广东话的 叶子 呼吽 分弃爱恨 在世间 难途并冥昏 相差 情不可接近 说我应该信心是远方 不可分弃爱恨 在世间 能逃避迷惘 深深 竟不可接近 那我应该 相信是缘分 是缘分 就是听几句就能知道 全是画面唱的 好 好 这首我喜欢 这首歌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名歌歌手 其实这首歌我就不想遇到 下面有请刚刚已经完成了演唱的《流浪者》冲辉舞 所以他们俩互相认识是吗 这个打仗互相认识的样子 第二轮的演唱已经完成了 猜评团的成员们 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唱歌都很喜欢 一个很有感染力 就是他会带动全场的气氛 另一个他唱的歌就是很鲜 他的假声让我觉得 就是刺到我心里 让我觉得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这首歌曲虽然就是有改编过 但是你一下子一听这个旋律 就有熟悉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野草的诠释以后 它有另一种伤感的东西 说实话 《流浪者》刚才唱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难受 因为我认识马上又是有20多年了 当时我们都在杭州唱歌 然后他写的那个想念是送给一位歌手 唐朝乐队的张俊 我94年到北京去发展的时候 正好赶上张是唐朝乐队 非常非常火 然后那一年张俊说公回家的路上 就是在环路上面出了车祸 去世了 那一次后来去八宝山 给他送别的时候 几乎北京所有的乐队的滚圈的人 都去了 这之后唐朝乐队就渐渐示威 就几乎就没有了 那段生活真的很伤感 我觉得人的一生是很挡赞的 也是很牧场的 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遇到很多身边的生死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离开 并不见得是一件悲伤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会离开 我希望用一种宽广的胸怀去接纳我身边每一个离开我的人 所以我唱这首歌 纪念那些 已经离开我的亲人和朋友 谢谢 我纠结一个问题 上次流浪者居然说跟我非常熟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 是我们两个好像私下里从来没有来往过 所以能不能请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 你第一次说跟我熟是不是耍我呢 我跟你非常熟 我跟你非常熟 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会骑马 我们两个会很熟 是的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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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他的微信都没有 我们看他站了那么多期 他整个两个腿感觉就是并不拢 应该是一直在马上 我负责任的说一句话 但是我只跟你说一句 记得我们在巴萨的时候 你因为工作耽误了一场你非常喜欢看的球赛 你失忆啊 是你失忆还是我们都猜错 你 不是 你好好说一下 我是在巴萨罗那因为工作 对 耽误了一场很重要的球赛 还有一张照片一直在陪着你 我对天发誓 他说的所有的事情真的是我经历过的 但是当时没有他 他该不会是陈雨凡吧 对 他是陈雨凡 他带假发 不可能陈雨凡哪有那么大的胸肌 我一直就没猜出他是谁 你不要寒奇梦梦的看着我 你怎么也看不出你是谁 我就明说吧 因为我们猜他是沙宝亮 沙宝亮 沙宝亮 身杀有这么好吗 他不是 我觉得宝哥不是我圈圈的 带军 野草 他每一期都是无瑕疵的 但今天那个选歌说良心话 这首歌的粤语听得我有点跳戏 他的发音蛮好的 我小时候在香港长大 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唱得很好 因为广东话有很多音 是很难发 是啊 就广东话有很多音很难发 比如说 有的时候鼻音有的时候内音 但他每一个都发准 我这样来形容 就是说 已经讲得很好了 他唱广东歌 就有点像西班牙人唱英文歌 就是在语言上来说 他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 但是完全可以接受他的发音 因为很舒服 对 我觉得他野草完全是女龄 就是法国人说的女龄 他是一个表演型的歌手 他的声音会表演 他的舞台会表演 他的浑身上下都在这个音乐当中 好 好 谢谢我们赛评团的成员 因为这一轮最终的结果 非常的微妙 希望两位在台上 跟我们静待 此轮大众评审的投票 现场的三百位大众评审们 到你们行使全力的时候了 投票 开始 我可能会投给那个熟男流浪者 那如果真心赛评固的话 就淘汰 所以就希望他进去 也许还是野草 结果已经发到了 我手上的乐视手机上面 这轮的票数是 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百四十七票 对 一百四十七票 这评局怎么办 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是有关注两个 非常不同的风格 所以其实很难比 就是两个都唱出他们的威风 第二轮 这个情况 我们接下来需要在现场 稍微的停止一下 要商量一个结果 好 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一下 是要投票吗 凭票再唱一首吧 一起进入第二个 好 刚刚 野草和流浪者 两位都是一百四十七票 要经过我们导演组 简短的商议之后 做出一个决定 两位 共同演唱一首歌曲 然后 再由现场的朋友们 对他们进行再次的投票 这首歌曲 就是 李宗盛和林毅莲 演唱的那首 《当爱已成往事》 速度非常熟 他们要斗歌 对 好 这首歌 两位演唱者 从来没有同台演唱过 《当爱已成往事》 《流浪者》 野草 掌声有请 他临时了 段白掌实在是太困难了 当爱已成往事 往事不要再听 人生也多风雨 从任静一默不去 爱与恨都还在心底 真的要断了过去 让明天好好继续 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那是个难题 让我无需生意 忘了动不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你都曾真的离去 你始终在我心里 我对你仍有爱意 我对自己不能为力 因为我仍有梦 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 总是荣地被往事打动 总是为了你心痛 我留恋岁月中 我无意的柔情观众 不要问我是否才相逢 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我恨你不懂 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有一天你会知道 人生没有爱并不会不同 人生已经太匆匆 我好害怕总是眉眼朦胧 忘了我就没有用 渐往事留在风中 忘了我就没有用 渐往事留在风中 渐往事留在风中 你不懂 渐往事留在风中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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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他们这次合作 他们你们就应该合作 太好听了 我其实让你演吵 我觉得演吵一开始表现不错 但他到后面就弱掉了 各位朋友们 现在麻烦大家 完全凭借刚刚两位的这一轮的演唱 投出你们手中慎重的那一票 我投给流浪子 等等 我们猜评团有意见 您说 因为刚才这首歌曲 缺一不可 左手不能没有右手 右手不能没有左手 因为彼此这样子的配合 才能产生这么好听 这么感动的歌曲 我们有一个意见 不淘汰任何一位 一起晋级到第二轮 四位同时PK 你们赞成吗 如果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特别支持这个决定的话 请用你们的掌声表示 这也是第一次在蒙面歌王的舞台上面 我们临时进行了两次赛制的休整 接下来第二轮就是 将会有四位演唱者同台较量 谢谢两位 休息室 我刚才讲得很对吗 这两个都进入第二轮 没有 别说了 接下来在第二轮里面 一共有四位演唱者 依次为大家带来演唱 第一位要出来演唱的演唱者 他就是 宅星怪 在走路计划 在走路计划之前 对啊 走路啊 就是综艺咖的走路方式 我想知道他们戴这个面具 自己能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站得潇洒 汗水从所谷留下 迷人像 徐之谦 好像又不像 不是 不动声剧万华盛点 整夜不停歇 旋律在缠绕 闭上眼 我越唱越了练 我吻伤 忘了时光 这一个纸绕写出我的美 细越跳越发展 飞躺了东方 越招入车瓦 大雨跌很强 割起的梦想 转发展 第二轮他不像伟 第二轮他不像伟 一人伸出一油双翅膀 没人能滚绑 狠肾 还得灵溺的衣装 瞬间这龙法 這麼好的歌手 今天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是 共同声剧万华成员 这也不停歇 旋律在缠绕 闭上眼 我越长越了眼 忘了笑 忘了时光 这应该只要记住我的美 心越跳越发烂 沸腾的东方 越照入转瓦 乱跌而成 歌迹的梦想 我越长越了眼 忘了笑 忘了时光 只应该只要记住我的美 心越跳越发烂 沸腾的东方 沸腾转瓦 沸腾转瓦 对地而成 可惜的梦想 风云 沸腾转瓦 刘哥太生气了 但是他唱得很好 是观哲 你知道他刚才唱高音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还有一个人平安 平安的肢体 不可能有这种东西的 下面请接着要上场的这位 就是 罗拉 他的眼睛好大哦 我以前特别迷恋的这个歌手 有一段时间 追梦人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让它牵引你的梦 好 固执固执着城市的历史 已汲取了你的笑容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 是个生命的开始 沉与不眠 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让青春脚印的花朵 展开那深藏的红颜 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 是幻想你的笑脸 秋来春虚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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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宿命里安排 飞雪不红战争 冰雪不约寒夜的你 冰雪点 baja 冰雪耕ometimes 冰雪不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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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不了百二三 年秋万春花 岂鱼灳海春阿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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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要出场演唱的就是《流浪者》掌声有请 《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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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Zither Harp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落晴空的悬崖 你的寂寥无牵挂 穿过幽安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现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倒涌 盛开着永不凋零 烂莲花 带着永不坚持 我被锦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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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 trainee,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蓝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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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简单的一个复杂化 就少了原来那个淳朴的感动 我觉得野草是一个很凶猛的野草 很厉害 第二轮的四位演唱者 全部演唱完毕 下面让我们有请 已经完成第二轮演唱的 四位演唱者 重回舞台 有请 Live桌面九屏直播 乐视超级手机窒息时刻 下面 现场的三百位大众评审 本场的最后一次投票 开始 票数最高的人将会成为 今天晚上的蒙面歌王 在舞台中央荣耀见面 结果 已经传至我手上的 乐视超级手机之上 下面首先我要宣布 他们四位的票数 分别是 五十九票 六十三票 七十票和一百零六票 五十五票 太一半了 吴远 今晚超级歌王 需要下期继续努力的 五十九票的获得者 谢谢崔星怪 你是春天张开的玫瑰 崔星怪 他也是首次登上蒙面歌王的舞台 下期继续加油 当我刚刚念出他的名字的时候 在大众评审席里面也不乏惋惜之声 我可以再多来几个多几首歌给大家听 六十三票的获得者是 应该是流浪者 谢谢他今晚给我们带来的 蓝莲花 谢谢野草 蓝莲花 下期再见 蓝莲花 蓝莲花 希望可以再次听到唱歌 还蛮残忍的 这节目真的是 什么呀 这选出来他就得走了 让他进决赛 进决赛 到后面再回来 这两位当中 他们两位的票数分别是 70票和106票 我宣布获得今晚超级歌王的就是 106票的流浪者 好 完美 哇要看他是谁的 他的秘密已经没有解开了 第一次来就让我们这么刺激的好吗 也谢谢罗拉 也谢谢罗拉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你的歌声 她本来差点要淘汰了 新鲜变魔 新鲜变魔 接面成王 今晚的超级歌王 流浪者 将在舞台之上 完成荣耀接面 有请流浪者 有请流浪者 转身 现场的朋友 倒数我舞僧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流浪者就是 一叶子新鲜面膜 观看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叶子新鲜面膜蒙面歌王 新鲜面膜接面成王蒙面歌王 由令肌腹满鲜复活的一叶子新鲜面膜 独家冠名播出 用手机百度语音 搜索蒙面歌王看云直播 参与百度贴吧票选 一起挑战歌王 五 四 三 二 一 流浪者就是 沙宝亮 五 二 二 二 三 一 二 一 一 三 二 所以暗香是沙宝亮 野子也是沙宝亮 想念也是沙宝亮 斑马也是沙宝亮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 感谢《蒙面歌王》 这样的一个舞台 让我有对音乐的冲动 谢谢大家 想对沙宝说 就打头发 让我开香残月楼 香肖在风起雨泡 无人来生 我会拼到爱尽头 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 我会拼到爱尽头 心躲在灿烂中死去 爱会在归尽的床上 相信各位电视机前的你 已经猜到了 《流浪者》是的 他就是今晚的超级歌王 他就是沙宝亮 下面我们要在这里 接下他脸上的面具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蒙面歌王 《一叶子新鲜面膜》 蒙面歌王 下周同一时间 还会有哪位演唱者加入 而又会有哪位演唱者 会离开呢 下周同一时间 蒙面歌王 我们再见 感谢《一叶子新鲜面膜》 鱼哥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独家网络视频 请登陆《乐视视频》 更多精彩歌曲下载 请登陆《蒙面歌王》 独家音乐合作平台 酷口音乐和酷我音乐 感谢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新款娱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 新浪新闻 新浪娱乐客户端 腾讯新闻客户端 搜狐新闻手机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Zaga移动资讯软件 今日头条移动资讯客户端 收集百度视频频道 了解更多节目动态 感谢相信力传媒 唐美传媒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江苏长州市 长州广播电视台 给予大力支持